想不到已经有房地产商轰然倒下了 就在昨天的时候 光耀集团他宣告破产倒闭了 光耀他是一个开发商 相信深圳或者是惠州的同学应该会比较熟悉的 他曾经可以说是惠州最大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当年真的是风光无限 他在惠州的一个地位 可以说相当于旺科在深圳的一个地位 可以说是惠州房地产的一个龙头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龙头房地产开发商 在昨天的时候他就宣告自己轰然倒闭了 真的是感觉是非常的唏嘘 感觉非常的意想不到 在他风光的时候再怎么样 也会给人一种大而不倒的感觉的 光耀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在惠州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在惠州生活工作或者是上学过的小伙伴 应该都心里很清楚的 光耀在风光的时候 在惠州的各所大学招聘大学生 招他们做兼职 大把大把的招各种大学生 帮他派传单 派房地产 派楼盘的传单 在大学里呢 都建立了一只又一只的大学生 兼职团队 而你无法想象的是当年要帮光耀派传单 派楼盘的传单的大学生 他们也是要面试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的光耀有多么的风光 真的要帮光耀派传单的本科大学生 居然也要争破头去抢 而很多当地的大学生呢 也以毕业之后可以能入职到光耀集团为荣 即使在里面做一个文员 或者是做一个其他的普通的职位 也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 因为当年的光耀 就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明星般的存在 而很多深圳的朋友呢 应该也会比较熟悉的 因为惠州就在深圳的隔壁 如果曾经有去惠州看过楼盘的话 我想应该都逃不过光耀的一些楼盘吧 因为当时确实在惠州 有很多光耀的盘 比如什么荷兰水乡 荷兰宝 什么先生的湖 马克住区等等等等 当年的实力都是相当的强悍的 但是想不到就这样的一个盘然大物 这样的一个明星般的开发商企业 就在昨天宣告了他倒闭破产了 所以我想说现在的话 对于楼市 对于开发商 或者是对于房价 真的是没有什么大而不倒的事情的 你在盘然大物 也有可能倒下的一个风险 你的房价再高 也有可能跌到你阿妈都不认得的一个地步 所以感觉在这个年代 真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现在是不是所有人都很好奇 一个市值只有4000亿的企业 为什么可以负债1.95万亿 谁这么大胆 敢借这么多钱给恒大呢 还有就是为什么房价 年年都在上涨 房企的账上却没有钱呢 钱到底去了哪里 钱是银行的 也可以说是大家的存款 我想所有人都有权利知道 钱的去向 房企是如何骗取银行的贷款 赚到钱以后 又是怎么分掉这些钱的 这个家到底是怎么败掉的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揭秘 作文了 小心惊掉你的下巴 首先说一下房企是如何贷款的 房企贷款的过程 可以说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过程 房企买地的钱是找银行借的 建房的钱也是找银行借的 建好房子还可以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继续借钱 直到把房子卖了 再让客户贷款 把房子买回去 所以自始至终 出钱的都是银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那你想的真的是太天真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没有一家房企 负债费有这么高 开发商手里有很多土地 这是真的 但是这些土地 绝大多数都是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买到手了 那么如何用这些土地 借到最多的钱呢 这就是开发商绞尽脑汁 要想的事情 早年买土地 很便宜 银行是根据当时的评估价 给开发商进行贷款的 所以贷的钱也不多 但是开发商没有开发 房价又涨了 于是开发商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再成立一间公司 然后自己卖给自己人 左手倒右手 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新 根据银行当时的价格 申请更高的贷款 我们都知道 买房的时候 有个银行评估价 评估越高 贷款也就越多 其实在土地买卖上面 同样需要评估公司进行评估 假设这个土地 现在值100个亿 有可能想点办法 评估300亿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房价上涨是预期的 说白了 房企资金链出问题的关键 就是房价现在没有涨了 评估不上去了 所以银行不借钱了 不然负债再多2万亿 也是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一个一个的帝王出现的原因 这既能融资贷款 又能炒高房价 可谓一箭双雕 大家肯定在想 几百亿的土地买卖 不用交税吗 可以这样说 交不交税 要看他们的心情 开发商通常买地 都是以公司名义 而且是子公司名义买的 所以他们卖的不是土地 而是拥有土地的这个公司 也就是说 他们卖地的方式 就是把法人的名字 改一个名字 就已经完成了买卖 完全不会付出任何的成本 而且合理又合法 除了欠银行的钱 他们也拖欠供应商的钱 钢筋水泥欠的 可以拖欠劳务公司的钱 包工头的钱 甚至是农民工的钱 可以拖欠中介的佣金 即使借了这么多钱 买房的人 有的开发商也不会放过 直到今天 一房两卖 再一手房 并不新鲜 很多客户 买完房子以后 才发现房子 还在抵押状态 哭都哭不出来 房价连连涨 还没有开始跌 为什么开发商就没钱了呢 为什么人人都在担心 开发商会跑路呢 一提到开发商 我们都知道 这是超级富豪的代名词 为了追明星 一字千金 非常常见 前几天 恒大高管奇葩爱好的报道 大家看了没有 我也不确定 这是真的假的 出门必须五星级酒店 而且要求整层都要包下来 有的高管更是要求 整栋楼全部清空 一个人住一栋酒店 所有的用品必须指定品牌 等等等等 各种奇葩的要求 说白了 赚到钱 股东高管分红分了 讲排场花了 拿着从房地产赚来的钱 投资其他的去了 买房的钱 你拿别处发了 现在没钱了 就找银行 找有关部门来救命 为什么 现在没有一个银行 和部门 帮恒大说话呢 说白了 你自己把公司掏空了 想让别人给你补漏 谁会愿意呢 股东在卖股票 套现离场 老板在转移 法人 不承担责任 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要知道信心 比房金更重要 即使这座大厦 已经摇摇欲坠了 依然有人 在巷里面冲 为什么不让恒大的股东 恒大的高管 拿钱出来救恒大呢 哪个股东每年 不是分红多少个亿呢 现在1.95万亿 这么大个窟窿 这是几个买房的人 就能够顶得住 救得了的吗 买恒大房子危险吗 我估计只有在恒大 已经买过房的人 才会说它不危险 他们极不情愿 听到人们说恒大的坏话 你仔细想想 除了卖嘴皮子的 还有谁给恒大投钱 谁用实际行动 在支持恒大呢 如果银行说 每天三亿的利息 我就先不要了 如果有关部门说 房子你们放心买 我保证给你们 发房产证 什么问题 都可以解决 现在各方 都在等着这个大厦 倒下 你说不危险吗